哈喽 欢迎学习爬升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啊 我们再把这个页面的爬取的那个代码 帮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好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吧 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啊 好 来到这个页面的话啊 来到如果能够来到这一个行事的话 说明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页面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resource 去提起我们这个里面想要的这些数字的 对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右键啊 来打开这个地方 只要的话来分析啊 来分析这个页面对吧 刚刚我们其实已经分析过了啊 我们的话其实只要找到什么呢 其实只要找到这个啊 out con t 这一个div 只要的话在这个div下面再找到这个t table标签 在这个table标签下面找到所有的tr标签 找到所有的tr标签以后 我们再去这个里面读取那个省风的信息 以及城市的信息就可以了 对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来做第一部分工作啊 我们先找到所有的这个里面的tr标签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就是trs是等这个response.sbath 然后是找到什么呢 这个tr标签的话它就在哪里呢 它就在这个这个项目啊 div对吧div然后这个这个class 是等于这个啊 然后下面所有的tr标签啊 下面所有的tr标签啊 下面所有的tr标签啊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就是一个tr标签的话代表的就是呃 一些城市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便利一下每个tr标签好吧 fortr in trs啊 trs啊 好 那么在这个tr标签当中 我们拿到这个tr标签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这时候的话我们啊就应该要去读取这一个tr标签下面 呃就是这一页它对你的这个省份 对你的这个省份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省份的话 刚刚我们其实也已经分析过了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如果这个top啊 我们会我们可以找到啊 第一个第二个td标签 如果第二个td标签 它的那个呃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啊 里面有这个值啊 里面有这个值 那么说明这个的话就是代表的是省份对不对 那么如果啊 如果啊 如果这个里面没有值啊 如果这个里面没有值 比如说我们找到啊 找到下面这个标签 那么这个里面是一个空白的字符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没有省份信息对不对 没有省份信息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来找到每一个tr标签下面 所有的我们需要的td标签 那么我们需要的td标签 是不是就这第一第一个已经呃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 对 那么其实啊 我们可以不用根据它的这个位置来 我们可以怎么来呢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属性来 你看哈 这个td标签是我们不需要的 当然是呃 并且这个td标签上面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它是不是有个class是等于这个fond01啊 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找到这个tr标签 只要找到啊 没有class 它的这个所有的标签就可以了 对 哎 这个地方你不要根据这个class 不等于fond01去找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只能 你像下面两个td标签的话 是不是都没有class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找啊 就说 哎 找到所有的td标签 并且这个td标签它是没有class的 你不能说去找所有t 所有td标签 它的这个class不等于fond01 这是不行的 好吧 如果你去找这个class不等于fond01的话 那么其实啊一些呃 呃 呃 其他的一些这样的td标签的话 也会被找到啊 或是啊 这两个td标签就找不到啊 这两个td标签就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上面 不存在这个class这个属性 你去找这个class不等于fond01的话 前提是啊 td标签已经有这个class 但是他们上面没有这个class属性 对 说的话你再去找就找不到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就来写啊 好 这里面找所有的tds 这个什么tr.xp 接着xp 然后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去找 找什么呢 找所有的td标签 实际上的话这个td标签也有什么的条件呢 它的note note就是不满足什么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class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所有没有class的这个td标签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td标签把它给去掉 把这个td标签把它给去掉 把这个td标签把它给去掉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啊 把这个td标签获取完以后 接下来下面获取到的这两个tds 这个的话它是不是只有两个td标签啊 第0个td标签这个东西的话 是代表的是这个省份的信息 对好 下面这个的话代表的是城市的td标签对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写啊 就是td啊 那个叫做 嗯 p r o v n c 省份的 p r o v n c 省份的这个td 是等这个tds 第0个 对的第0个啊 好 那么啊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去判了哈 这个下面有没有这个文字 如果有这个文字的话说明 它是一个省份 如果没有名字啊 如果没有没有文本 比如说我们放在第二这个td标签啊 这个tr标签下面虽然有这个td标签 但是的话它下面是不是一个啊 这个mbsp啊 在html当中它是一个空白字符啊 它会转移成一个空白字符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td标签下面的呃里面的文本 然后把这个空白字符把它给去掉 如果啊它里面还有还有东西 那么代表的是这个地方有省份 如果没有了 代表的是啊 它不是一个保存的不是一个省份的 对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写啊 呃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呃那个pr v pr o p r o v i n c p r v i n c 啊这个地方是那个test吧 test啊等于这个b r v i n c 点这个地方get啊 不是get 还要提取它里面的 点xpd标签 提取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好如果有啊呃 那么我们在呃在在判断这个有没有之前 我们先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空白字符把它给去掉 好吧 这时候我们就使用那个正在表呢 是把这个空白的字符把它给去掉啊 好那么import像我们的这个i1模块 然后的话这地方啊 p r o p r o v n c test 等于这个什么呢 i1.sub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空白字符是不是写个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把它给去掉了一个空的 这地方是pr v n c test啊 如果pr v n c 如果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文本说明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是保存的是一个省份 保存的是一个省份对不对 好那么保存的是一个省份 这次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省份的啊 这个数据把它给保存下来呀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爬取这个什么 爬取这个安徽这个页面 安徽这一行的时候啊 安徽这一行的时候 爬取安徽这一行的时候 爬取安徽这一行的时候 这个地方 爬取安徽这一行的时候啊 他虽然我们虽然现在是已经保存了这个省份 我们现在在这一行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省份 但是的话 你在下面这个tml下面 你看这个tml下面 是不是没有这个省份啊 对 但是下面这些城市 它其实还是属于这个安徽的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可以应该要把这个省份先把它给保存下来呀 对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怎么做呢 我们碰到啊 碰到有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碰到有这个省份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保存这个省份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爬取下面这些数据的时候 如果啊下面这些tml 如果下面的话没有这个什么呢 没有这个省份 没这个地方没有数据 那么我就是用上一次的那个数据 用上一次的那个省份 是意思吧 那么如果有我就用当前的这一个 我就用我就用当前的这一个 是不是意思吧 好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定一个省份 prvns1 在这个默认的情况下 让他等于不难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有的话 那么我们将这个啊 省份这个东西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prvns1 test啊 让他等于这个test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等到他了 对 好 那么如果啊 如果我们刚刚来到第一个是吧 有安徽这个地方啊 这个安徽有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对不对可以提取出来 那么如果接下来 你再来爬去下面 第二个tr表情的时候 他这地方 他这地方 呃 判断如果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成立啊 不成立 这个prvns 这个省份这个东西 这个数据 是不是使用的还是之前的那个省份啊 对 还是使用的是之前那个省份啊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啊 这个省份的话就放在这边 先不用管了 好吧 先不用不用管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好 我们再来写啊 我们下面的东西啊 再来写我们下面东西 下面的东西的话 是这个什么呢 啊 每个城市每个城市的话 他是在啊 第一个td标签下面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去写个td啊 cd ctci i t y c t d t d t d 是等这个什么呢 td s第一个啊 第一个啊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通过这个c t t t这个标签 下面去查找什么呢 查找所有的a标签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呃 c t c i t y 这个t c t c t d d 点那个什么呢 点查怕死 然后是这个下面的 在当时这个下面的那个所有的a标签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便利一下这个c t啊 或c t c i t y link 因c i t y lin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提取里面我们想要的数据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啊 c t c t link 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查怕死啊 然后这个在当时下面的这个test对不对 好点get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城市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这个城市 它对应的这个啊 在搜封网上面的这个页面的链接啊 那么就是呃 c t u r a 等这个什么呢 c t link 点查怕死啊 知道的话 这个地方点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呃 这个s i f 时间s i f 对吧 点get啊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城市 它的那个啊 ur了对不对 可以获取到这个城市的ur啊 好 那么有这个城市的url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让他去发送这个请求去请去去 去请求什么呢 去请求这个啊 新房以及这个二手房 将他的这个呃呃 ur的那个页面了 去解释那个页面了 对 好 那么这个c t u r 这个东西的话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现在我们写的这个代码的话 都只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写 并没有真正的做过测试 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就是说你先写写一点 你就过来测试一下啊 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羞辱沉重 有出问题了 你就知道哪里的问题 对 好那么这边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好来打印一下啊 我们第一个的话是这个呃 省份啊 省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啊 比rvnc对不对 好接下来的话再来打印一下这个城市 好吧呃 城市 嗯 好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打印一下这个链接啊 有爱啊 那个城市链接啊 好 这个地方是那个啊 c t u r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只是为了做测试 说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爬取太多了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就让它break掉啊break掉 break掉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现在是只去爬取一行啊 爬取一行的话也太少了 我就全部把它给打印出来吧 全部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好保存一下 只要的话我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运行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地方 我发现我之前少洗了一个文件啊 就是这个启动的文件对吧 好那么就是sdltstart.py的一个人的文件 只要的话这地方from下我们的scribe import 一个这个cmdcmdline对不对 cmdline然后的话是cmdcmdline.ese scipycrawl 然后是这个啊爬取的名字 爬取的名字叫做sfw对不对 好sweet啊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了 对吧这个地方就有了啊 好首先第一个省份是啊 获取到的对不对 是直下室 然后北京然后的话就是北京他对那个页面啊 好天津重庆好安徽安徽来了啊 呃我们现在的话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呃如果再来到同城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还能够获取到这个正确的这个省份的名字 是意思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面走啊 呃是那个同城是吧 哎同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够获取到这个省份啊 对啊也能够获取到这个省份 原理我相信大家一都现在听到这个地方应该都懂的吧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判断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我就给你保存下来啊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个省份我就使用的是之前的这个省份 对吧使用的是之前这个省份啊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庆啊 重庆啊 重庆的话我们来看啊 呃重庆是那个看一下 有获取到的对吧 万州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良平啊 良平啊 良平看一下能不能也能获取到 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获取到啊 对好 那么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都ok了 都ok了啊 好多ok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或再来去做其他的工作啊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其他工作呢 首先第一个事情啊 是什么呢 购建那个啊 呃新房和ul连接 对对好 第二个是那个什么的 购建那个二手房的ul链接 对对好 那么这地方来写啊 购建新房的ul链接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就是如果你这边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前面给它加 对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写啊 好 首先的话我要购建这个东西 我首先先要拿到这个cityul里面的 他的这个域名 这个域名对 那么这个域名该怎么去拿呢 可以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两个鞋盖来进行分割 分割完之后 它就会变成啊 一个这样的啊列表 第0个的话就是这个http 协议好 后面这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域名 对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给分割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叫做ulcmodelmodeul的组件 好吧 等于这个什么呢 cd ulcd ul.split 根据这个什么的两个鞋盖来进行分割 只要这个鞋盖两个鞋盖分割完之后 就会分割成前面这部分 那么前面这部分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streamscheme啊 是等于这个urmodel啊 里面的第0个对 好 后面这个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域名啊 就是domm等于这个什么的urmodel里面的第一个 对对 好 接下来把这两个都分割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组组装成这种形式的 对对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等这个什么呢 那个newhouse啊 newhouseul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tream啊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两个鞋盖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新newhouse 对对 newhouse可能加c 这个地方啊 来写一个啊 好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域名 这个道名 对对 好 这个dm啊 好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后面的这个 呃 house 鞋盖s 对对 好 这里面来写啊 好 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这个新房的 他的那个啊 原链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构建一下这个二手房的链接啊 二手房的话 其实esf啊 ul是等这个什么呢 呃 等于这个也是stream啊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啊 鞋盖 对不对 好 再加上什么呢 s so 二手房 对吧 好 d啊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dm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二手房的那个链接把它给勾进了 对对 哎 这个的话大家不要晕啊 不要晕啊 你就按照这种方式来来就可以了啊 首先你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分割 分割完之后 他就得到前面这部分以及后面这部分 对对 前面这部分的话啊 我得到前面这部分以后我在拼接的时候是不是又可以把前面这部分把它给拿过来啊 对 然后再把这个鞋盖和这个东西把它给拼接进去 然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拼接这个什么呢 new house点 对 就现在是这个地方再来拼接这个new house点 再加上你之前的这个域名也就是后面这一段 对 也就是后面这一段啊 加完这一段以后后面再加上这一段是不是是不是加上这一段啊 对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个二手房同一也是啊同一也是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啊 来打印一下啊 paint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城市 城市啊 这个地方城市我们就写了什么呢 呃 省份加那个呃 省份加那个城市的名字好吧 好 这地方是那个prvnc以及这个cd啊 好 接下来再来打印一下这个什么呢啊 新房 新房另接啊 好 这个是那个呃 new house u啊 接下来再来打印一下这个呃 那个旧房或是二手房链接啊 百分s 然后是这个呃 二手房 u啊 保存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一下啊 好 这时候的话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哎 不对啊 我们这地方的话不能这样去写啊 给个拜给个个百分二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好 再来走一下啊 好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到每个城市它对应的那个新房的链接以及那个旧房的链二手房的链接了对不对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这个上海来看一下这个上我等一下这是新房的上上海的新房链接是不是就有了啊 是新房吧 是新房吧上海 那的话他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新房啊 然后这个我再点一下这个二手房是不是就来到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页面啊对 然后我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重庆啊好这个的话就是重庆的新房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重庆的二手房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这个重庆的二手房啊对好非常方便非常方便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什么呢获取到全国啊六呃多少个城市啊这个地方呃 全国总共是有呃658个658个城市它的那个新房以及二手房的那个幼儿链接了对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刚刚其实之前眼镜刚刚就讲过哈就是这个北京的话它是一个特例啊北京的话是个特例啊 如果你按照之前这种方式啊按照其他的按照这种普通的方式来做的话那么的话得到一个这样的页面啊 那么这个页面你进去的话它是需要这个啊用户名与这个密码啊那么这个页面我也不知道它是用在干嘛的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就不不用管的就可以了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话也是一个错误的链接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次的话啊就要根据这个什么呢就要根据这个呃北京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过滤啊如果是北京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就设置一个单独的对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判断啊 if什么呢if这个呃北京啊如果在这个北京啊像 看一下我们分享我们分享这个北京啊 这个北京的话它是不是有这个bg点啊对那么如果如果是这个如果这个里面这个月当中有这个bg点那么说明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并接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办了啊 if这个bg点音这个断面如果在这个域名当中那么这次的话他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代表的意思就是那个呃北京的这次的话我们让他的new house要是等于他哪个呢 让他直接等于这个就可以了对了让他直接等于这个就可以了啊恐龙加c负值份然后的话拿到这个上台啊好然后的话还一个是那个呃二手房一手房啊 约要是等于这个上台等于这个东西啊然后的话也是把这个东西把你给拿过来啊恐龙加c然后的话这里面恐龙加v啊好如果如果没有在北如果不是北京的话那么就直接下面这一项代码对了就直接下面这项代码啊 好这地方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哈现在的话我们只爬取我们全国的那个城市啊像下面这些是不是还有海外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些这些房子的这些信息啊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是不在我们爬取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不在我们爬取的范围之内啊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在哪里判断呢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判断啊如果这个省份啊如果这个省份他是等于等于这个什么呢等于等于这个其他啊注意哈这个他一定不要写错了 是他这个他啊你如果你写错了写成这个写成这个他了啊那么就匹配不到了吧好如果这个省份是等于这个其他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让他继续掉啊就直接让他继续掉啊 不啊这个地方写不爬取什么的不爬爬取 海外的城市的房源啊好然后的话这里面也是对吧哎如果啊不是不是也是哈就是如果这个省份是等于其他 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事情我都不去做了对因为是已经是等于海外的一些城市嘛我下面这些另一家我都不不去提起了因为你提取其实也没有意义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啊再来走一下保存一下再来恐怕的加运来运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哎得到最后一个是浙江最后一个是不是浙江啊对啊这个也是安吉吃个地方是不是安吉啊对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我们全国啊658个城市它的那个呃 呃这家城市的那个新房以及二手房的那个链接吧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啊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北京他这地方的话呃上海啊 嗯北京这个地方我们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打印的话我们这地方打印只打印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 要怎么面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是没有打印啊对那么的话他就没有打印出来啊说的话我们这边把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把它给提升一个啊 等级放到外面啊这样的话就是你不管是走的衣服还是走的 要死那么这两个东西都有我在这个下面都都都去打印对对好我们保存下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这个北京应该就有了啊 好好这个地方北京是不是就有了然后这时候北京的话就不再是之前那个错误的链接了而是一个正一个新的链接了对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北京的那个新房的链接啊 啊以及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链接啊好这个哎这个怎么是重庆啊我看一下啊应该是点错了吧 嗯 嗯来到重庆的是吧这地方怎么是重庆呢 我来把它给关掉吧先把它给关掉啊 这个地方会定义重庆是吧那我再看一下北京这个u2吧北京这个u2的话就是这个u2对不对好保存下啊 嗯我放到这个地方来 哎哎就是这个u2链接是吧呃可能这个地方的话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些正的限制好吧给我们就是在流浪期当中做了一些正的限制啊 那么如果我在这个scribe宽件当中的话啊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好吧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啊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啊658个城市啊城市的那个呃新房和这个20房的这个啊爬取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讲到这边啊 嗯还没讲完还没讲完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走啊 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有这两个链接以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要去请求这些页面啊对要去请求这些页面 对我们是不是还得在这里面要去返回一个u2链接啊对好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啊要的scribe点那个什么呢点那个啊request 啊不是stream哈scribescipy点那个request然后u2的话是等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啊newhouse 啊要这个callback cbsk是等这个scribe点passpsenewhouse啊好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定一个行数啊再来定行数df叫做psenewhouse啊好这边 response好这边先请pass吧好好这边的话啊现在我们已经获取到啊这一个城市他的那个省份和这个城市的名字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啊传递给下一个啊下一个请求让他啊让他去做啊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来到了这一个页面来到这个行数当中 那么我是不是还得去知道他的这个啊城市以及这个省份啊对那么我们其实就在应该在哪里呢在这个发送请求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传过去 那么我们在发送请求的时候怎么携带一些我们想要的参数呢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属性叫做meta啊meta啊meta然后再把它给传进去啊好 这地方我给他传一个info啊啊info信息然后的话这地方我再把这个什么呢传一个羽羊组进去这个羽羊组里面的话第一个值是这个省份啊第二个值是这个城份城市 好吧这样的话就传递了一个这样的省份以及这个城市传给这个meta标签 那么以后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通过这个response来获取这个里面的东西好吧好那么我们prvnc啊以及这个cityprvnc以及这个city是等这个response点那个metameta点get啊这个info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info信息把它给拿出来这个info信息就是他对他他的话就是个羽羊组那么羽羊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它给解包开来把它给解包开来啊好那么下就 就可以传递给下一个函数用对不对可以传递给下一个函数用啊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传的是什么呢我们我们要的是一个新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要的下那个什么呢二手房啊要的 yld啊scrabby.request然后是这个uer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等这个二手房uer然后是这个callback是等于这个self.pse二手房啊好这个我们也是来定一个函数吧 啊那个pse二手房啊那个pse二手房啊然后是response然后是pass好对吧好这里面的话我们也是要把这个二手房他的那个城市已经啊这个省份以及城市进行把它给传过去啊那么也是mata是等于这个什么呢info啊然后这个地方传一个prvnc以及这个什么呢city啊好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啊来prvnc 以及以及这个city是等于这个response.mata.getinfo对不对好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就把它给传过去了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去解析这个新房以及这个二手房里面的这些数据对的里面这些数据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